使徒行传第六章 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说 我们天下上帝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 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 至于我们,我们要专注于祈祷和传道的侍奉。 这话使全会众都喜悦,就拣选了司提反, 他是一个满有信心和圣灵的人。 他们又拣选了肥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 并皈依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后,就为他们按守。 上帝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增加的很多, 也有许多祭司听从了这信仰。 司提反满有恩惠和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歧视和神迹。 当时有从称为自由人会堂, 病鼓利奈,亚历山大会堂来的人, 还有些从基利加、亚西亚来的人, 起来和司提反辩论。 司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众人抵挡不住,就收买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亵渎摩西和上帝的话。 他们又煽动百姓、长老和文士, 就突然来捉拿他, 把他带到议会去, 设下假见证,说。 这个人不断地说话, 侮辱神圣的地方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这地方, 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矩。 在议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 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